民宿业者忙进忙出 一早就准备换洗床单 准备给顾客最舒适的环境 国旅大爆发 让东部民宿业者连得受到影响 每到廉价期间都是人潮满满 交通部观光局 针对全台七个县市进行旅宿评比 没想到旅游大宗的东部 三个县市都没有拿到优等 其中宜兰和花莲 还垫底仅拿到冰等 好的可以听到说 其实花莲评分低 主要是因为民宿数量 本身就比其他县市还要多 因此稽查普及率也相对来得低 其实不止宜兰花莲 另外金门新竹彰化南投 也都只有名凳 特优的县市则是由高雄台南 台中和桃园 不过评理的用意 也是希望给民众 优良的住宿环境 提升国内旅游业者的服务品质